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生音寺 今天是無姓 早知道今天是黃姓 在合作金庫裡 一男一女帶著一名高齡 89歲的老先生 在櫃台說要領錢 戶頭是老先生的 旅頭一共有115萬元 不過行員怎麼問 都覺得事情不單純 這個行員就發現說 怪怪的就對了 對... 女子對行員說要變更一張 她是老先生的乾女兒 因為老先生不喜歡住榮民之家 才會推她出來散步 順便來領錢 行員擔心是詐騙 找來榮民之家的人員 也趕緊報警 果然拆穿了一場騙局 她自稱是她的乾女兒 造姓榮民 她聲稱不認識兩人 老先生事後說 完全不認識兩個人 也不知道 漸漸怎麼會落在他們手裡 還好激情的行員 即時通報 警方也迅速逮人 這才保住老人家的 一生積蓄 記者張宇人SNG小組 新北報導